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国夫人尤春图 这幅画的作者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画师张轩 张轩是以善于绘画贵族侍女 公愿安玛入称 唐宋画史入录中 记载张轩作品的有几十幅 不少还是一再地被许多画家摸写 但出于张轩本人手笔的原作 已经没有一件流传到今天了 另外张轩还画过岛链图 国国夫人叶游图 国国夫人踏青图等等 这里要说明的是 唐代张轩的国国夫人尤春图 原作早已失传 但是在北宋内府的宣和画谱中呢 还记录有唐代张轩国国夫人尤春图 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国国夫人尤春图 据说呢 还是宋徽宗亲笔临摹留下来的 北宋徽宗时候 国家出资办画院 使宫廷绘画呢 再次出现高峰 当时一位没能够留下姓名的画院高手 也许就是宋徽宗本人 精心临摹了这幅国国夫人尤春图 从这个布施唐代绘画风韵的特点来看呢 这时候临摹应该是有原作为依据的 1127年金兵攻入汴京城的时候 这幅临摹的国国夫人尤春图 与宋徽宗亲宗一道 被金人掠到了北方 时隔六七十年后 又有人把国国夫人尤春图 带回到南宋 相继呢 为宰相史弥远 贾四道收藏 清代又一次成为皇宫的仓品 这幅宋人临摹的国国夫人尤春图 不仅保持了唐代张轩原作的面貌和神采 还柔和了北宋画院 雅致 飘逸 明快的绘画风格 成为融合唐宋两代宫廷绘画的西式杰作 堪称了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我们先来把这幅画浏览一遍 这幅画高五十一点八厘米 长一百四十八厘米 卷本色色 描绘的是杨贵妃的姐姐 国国夫人乘公马尤春的情景 人马 服侍 尽显唐人丰致 卷后有王夺的提拔